今天的这个天气呢非常的好 就非常适合来喂龟 然后呢乔治也是提前把两只香龟放到那边 这期视频呢是一个喂食的视频 然后呢乔治把这个喂食区放到的这个地方 这个喂食区呢其实是为了防止这些龟 把这些饲料给弄到他们活动的地方 我觉得这样就很脏 然后呢这个喂食区里面呢 乔治是单独把两只香龟给放出来 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些香龟呢根本抢不过这些圆 所以说把它放到这边呢让他们两个先吃 然后圆的话后面再来 因为香龟的食量没有圆那么大 这些圆呢比较喜欢泡澡 然后呢香龟呢其实也是非常喜欢泡澡的 但是每次圆在水池里面的话 这些香龟的话就有点不太敢靠近 我觉得黄圆跟这些香龟饲养的过程当中呢 这些香龟就非常容易被欺负 其实养龟那么久 感觉黄圆这种龟还是非常强势的 如果说你抢了它的吃的它还会咬你一口 这些乌龟吃东西呢就是非常的慢 然后因为这前面的这些龟呢 吃不到这个西红柿 所以说乔治把它放到了他们面前 其实看乌龟吃饭呢是一个非常解压的一个过程 特别是香龟 香龟吃饭跟黄圆就不太一样 黄圆的话就是狼吞火焰的 香龟呢就是咬到一点慢慢慢慢吃 然后呢咱们看完这些大一点的香龟吃饭之后呢 再给大家看一下小一点香龟 小一点香龟吃东西呢也非常的胆小 那边那只三指呢看到就是东在吃东西的话 都有点不太敢靠前 我觉得这个就是香龟胆小的一个原因 感觉东不香龟的话其实还是看个体 某些东香的胆子呢其实是非常小的 但是乔治是一个例外 这只胆子呢非常的大 另外那只三指呢一定要等到这只东不香龟吃完之后 他才敢去吃 因为这只东不香龟比这只三指要大一点 我感觉可能有那么一点点血脉的压制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